中道自然医学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周医师、王丰医师、三瑞医师所共同编撰录制的 这个专辑一共有十集 我们这一集是讲过敏断根细胞疗法 首先我们来看过敏的原理 还有一些治疗的成果 过敏这个疾病它所剖极的器官组织 可以说是全身的 比方说眼睛 眼睛会引起这个睫膜炎 这个眼睛这个睫膜是正常的 可是这个就是发炎 这个睫膜发炎 甚至有的还会长结石 这个很多淋巴球 还有就是呼吸道 呼吸道会有过敏性鼻炎 这个是正常的黏膜 这个是发炎的鼻黏膜 会打喷嚏 溜鼻水 溜鼻涕 还会长鼻息肉 发炎久了呢 这个会长出毛毛的这个息肉 这个息肉呢 会塞住鼻孔 这个息肉看起来是这样 把它切下来是这个样子 鼻中隔弯曲 这个鼻中隔会弯曲 因为被这个息肉压歪一边了 常常会鼻塞 还有会鼻痘炎 这个是鼻痘 鼻痘里面积浓 积水 还有欧斯管会阻塞 也是过敏引起的 这个是中耳 内耳 外耳道 这边是鼻腔 这边有欧斯管的开口 欧斯管 欧斯管开口是这样 这边是中耳 所以塞住了 人就会觉得耳朵塞塞的 这个是欧斯管的开口 这里呢 如果肿起来 就会塞住 这个是正常的欧斯管开口 这个是肿起来的 这个就是过敏以后肿起来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肿起来的 肿起来的 它就不通了嘛 尤其是过敏严重的时候 这个开口整个会塞住 我们的这个欧斯管 事实上它跟这个外面空气 是会相通的 等到我们一开始 我们平常是关起来的 可是我们一吞口水的时候 它就会通了一下下 那如果这个整个没有办法通呢 里面就会积水 时间久了 尤其是小朋友 他的这个欧斯管都会比较水平 比较窄 所以容易积水 这个就是中耳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因 好 积水以后感染就变成化浓了 嗯 那这个就是中耳炎的一个 引起的由来 好 这里面慢慢积水 积水啊 积水到最后就 好 里面积满水 这个时候听力就会丧失 还会感觉到痛 好 好 那医生 常常会会听力 会感觉比较差 那医师呢 如果觉得时机有必要的时候 会跟你开一个孔 好 让这个浓流出来 甚至有时候会放一个塞子进去 让这个浓一直可以流出来 好 这样的话症状就会好很多 这个就是 开刀 流的这个孔 好 所以 维持欧斯管通畅 好 是治疗这个中耳炎最根本的 好 而不是去吃药 好 这个中耳炎 好 这里的这个欧斯管开口 你把它搞通了 好 它水会流出来 那么中耳炎才会好 不然好 一直是 过敏 是没有办法好的 再来呢 那就是讲梅尼尔斯症 梅尼尔斯症 他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会看到这个旁边的物体啊 会绕着你飞啊 这叫炫 这个梅尼尔斯症 他的病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耳的这个地方过敏 就是这里过敏 这里的耳水不平衡 这里的分泌物太多 中耳的耳水太多吸收不了 就是这里的过敏 会引起这个整个不正常放电 这个可以看我们那个中耳专辑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 这边发炎 就等于这边长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就是中耳的耳水的地方 引起 这边整个的这个细胞不平衡 这个就是梅尼尔斯症的啊 还有就是过敏也会引起气喘 像这个气管的这个口径比较正常 这个是比较窄 所以就好像你这个窗门啊 如果你全打开就不会有声音 风吹进来 如果你关了一个 剩下一个小风 它就会 响响响响的声音 这个就是气喘 再来呢 就是皮肤方面 皮肤方面常常见到这个蜻麻疹 风筷疹 还有头皮屑 还有九糟笔 这个九糟笔 有时候过敏 甚至有时候有蛮感染 都会引起这样 这个九糟性皮肤啊 紫肉性皮肤啊 还有男子青春痘 事实上都跟这个过敏非常有关系 很多人早已就过了长痘痘的年龄 还一直长痘 二十几三十岁还在长痘痘 其实那个绝大部分都是过敏 不是真的长痘 还有呢 就是湿疹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湿疹跟异味性皮肤炎 这两种名称 其实蛮接近的 看医师怎么用而已 这个是异味性皮肤炎 这也是 这些都是异味性皮肤炎 汗泡 这个是汗泡疹 这个手会长水泡 同时觉得很痒 这个以前一开始都是汗泡疹 再来就是肝癬 肝癬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事实上它跟这个过敏 其实也蛮接近的 只是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得到肝癬 就是他的免疫系统不打坏人来攻击自己 所以他们这个也是肝癬 所以他们有时候有些人在比较默契 抽血检查找不到什么对食物的过敏 而是他已经转移目标了 免细胞制造抗体来对抗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皮肤的细胞 这个都是干血 好 我们接下来看呢 我们讲自然疗法自然疗法 不吃药 不吃药 治疗会有效果吗 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刚好正好告诉我们说 过敏 如果你一直吃这个抗主治安 那个只是治标而已 永远都好不了 只有用我们这种非药物疗法 才有可能完全全疫 像这个患者呢 他是过敏了十几年 那我们在差不多两个月之内 就让他好起来 这个小朋友四岁 他也是一出生的时候就过敏 过敏很严重 我们三个月之后他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肝险 我们三四五天 他就恢复正常 这个也是小朋友的过敏很严重 几个月后也好了 这是一个大学生 皮肤从小就这样 后来也完全全疫 这个也是汗泡诊 治疗差不多半年左右就完全全疫 到现在已经好久了 大概一年多快两年都没有再复发 至于说后面怎么治疗呢 我们后面会来更详细的这个说明 像这个汗泡诊 一个月就好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月好起来 这个是湿疹 他对蛮过敏 那我们人为什么会过敏呢 主要就是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 有些是呼吸道进来的 有些是经由这个吃进来的 我们先来看经由这个 最常见的这个呼吸道进来的蛮 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点科学 一个人躺在家大的双人床上 怎么躺都宽敞舒适 不过事实上你并不孤单 因为你的床上少说有20万只 八只脚的超小节肢动物 跟你同床共枕 它是尘蛮 和一根头发的粗细差不多大小 在生物学上 属猪行钢尘蛮科 它可以在10周内 繁殖17倍以上 并在它三个多月的寿命里 排出比自己重上200倍的粪便 这些数不清的排泄物 可以轻易地进入人体呼吸道 引发过敏性疾病 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 最适合尘蛮生长 对付这些看不见的敌人 干燥和清洁是不二法门 蚊是无所不在的 在房间里面的这个蚊 其实密度最高 蚊 蚊在我们身 这个蚊在我们周遭 尤其是房间里面 这个非常多 如果没有除湿的话 一个人对蚊有没有过敏呢 抽血检查就知道了 像这个是一个过敏炎检测报告 这个是重度 中度 轻度 正常 这个人对蚊没有过敏 它是正常 像这个人就是对蚊是重度过敏 一个人如果对蚊 过敏呢 你就是一定要除湿 一定要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除到50%以下 人不在的时候要除湿 人在的时候更要除湿 如果太热的话就要加上冷气 一定要买一个湿度计 把这个湿度看到这个除到50%以下 因为人的气是差不多98%的 98个percent 像我们如果湿度现在是63 你对着这个湿度去吹气 吹气 会在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99%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的房间是这个没有放除湿机 也没放冷气的话 冲锋不凉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里面的湿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蚊是靠这个你的皮屑作为食物长大的 还有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所以空气中的水分超过50% 它就会一直繁殖繁殖 繁殖到最后呢 这个蚊的粪便 或者死掉的蚊 它干燥了以后呢 就变成尘埃 我们叫做尘蚊 飞到你的鼻子里面去 这个在前面都讲过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很多人以为说 人在房间就不能除湿 所以他的这个对蚊的过敏 一直都没有办法好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32岁的病人 他从小就过敏 到32岁还是这么严重 他到我们这里呢 跟他治疗 两个半夜就好起来了 为什么会这么快好呢 因为我们有跟他抽血嘛 找出原因呢 他的这个过敏炎 其实就是这个蛮 还有狗毛 就不能再养狗了 还有他对黄豆花生很多东西过敏 那我们请他煮血 煮隔这些过敏炎以后呢 再给他吃一些我们的这个自然疗法的处方 很快就好起来了 如果当时他没有抽血 不知道黄豆过敏 一直喝豆浆的话 一直吃豆腐 那就根本就不可能好 会永远一直这个样子 接下来这个病人是一个 十年的脸部过敏的病人 他一直很困扰 做脸啊 擦药啊 擦肋骨唇 擦到这个皮肤都变薄了 还是没有效 那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是牛奶蛋 凤梨过敏 他自从不吃这些东西以后呢 给他吃一些我们的 Omega-3啊 多糖铁 氨基酸这个处方 他大概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好起来 后来就没有再罚过 这是一个肝险的病人 他肝险已经三年了 肋骨唇一直吃 吃到月亮脸出来 还是没效 每天还是发烧 那我们跟他抽血检查 发现他牛奶蛋 小麦 黄豆 好多好多的这个过敏盐 就是过敏的前十大食物里面呢 他前面牛奶蛋 小麦黄豆 前面四名都中奖 难怪他会这么严重 这个过敏盐检测报告 其实给我们一个消息 信息就是说 什么不能吃 然后告诉我们能吃什么 比方说像这个报告 就告诉这位患者说 你能吃的就是正常范围里面的 食物 比方说正常里面的米 一米燕麦 一人花豆 芝麻 可可 还有这个肉 各种的肉 还有这个正常格子里面 这些蔬菜 那能只能吃这些东西 要严格的遵守 你看他本来这样的 当然除了这个 不吃什么东西以外呢 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 这个细胞疗法的自然医学处方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他三四五天就好了 让人家几乎无法相信 半年后还是很健康的 这个是鼻子过敏 鼻子过敏 我们跟他检查 发现就是牛奶蛋 比方说牛奶蛋 我们看这个好了 过敏 一年后呢 或者有时候半年后 他这个抗体就会消失了 消失以后呢 这些牛奶蛋还是可以吃 不是一辈子不能吃 可是你不要天天吃 要轮替 比方说一个礼拜吃个两次 或者一次这样 像这个病人 肠肉很严重 很多很多食物 几乎是身体不设防 什么都要抗体 可是呢 经过治疗以后呢 他还是抗体有消失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治疗的一个成果 像这个患者也是一样 他这个汗泡疹 很多年了 很严重 我们跟他抽血出来 这些东西不能吃 一个月后呢 他就好了 完全全异了 本来一直皮肤溃烂的 可是呢 八个月后他又来 他说他想要再了解一下 到底现在能吃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要求 跟他抽血 出来是这样 我们这个两次比较 比方说四月跟十二月 比较 你看这个起司 一段时间不吃 他就变短了 蛋呢 也是一样 变短了 牛肉一八二 也变零了 还有这个米饭 本来中度过敏的 变非常快要没有过敏 因为在正常范围里面的 就表示是没有过敏的 这小麦还有黄豆重度的也变轻度了 花豆两万多的也变零啊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好多过敏 虽然忽然变成好少 这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科学的根据 不是乱讲的 不是乱猜的 像这个患者呢 他也是一样 你看三月的时候来看 他这个已经养到非常严重了 擦什么药都没有效 可是他经过我们的治疗呢 抽血检查 看这些不能吃的东西避开 然后五月的时候呢 就感觉好很多了 到了差不多六月的时候 他自己感觉就全好了 当然我们认为 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了 还有一点点 我们在这里来谈说 人到底为什么会过敏呢 因为过敏都是发炎的一种 所以发炎是疾病的源头 发炎是疾病的源头 一个人如果你不发炎 就不会生病了 就是这样 发炎是什么原因呢 大部分就是肠肉肺肉脑肉 就是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 我们以下面再来详细的这个说明 所以说这个很多很多病 我们都不要去治疗这个疾病本身 一定要把这个肠肉肺肉脑肉找出来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不会失控 免疫不会失调 神经不会受损 不会受到攻击这样 发炎就是有义务跑到身体里面 常见的就是肠肉症 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食物进到身体里面 这个是小肠 小肠这个黏膜 它是很脆弱的 这个是蛋白质 大的是蛋白质 蛋白质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去 一定要变成氨基酸 像这个氨基酸才能够被吸收 这个小的分子就是氨基酸 大的是蛋白质 这个是正常的常年膜 好 这个是正常的常年膜 也就是说我们的常年膜要很聪明 你不能让它进来的东西 就要挡住 不要让它进来 能进来的就把它吃进来 这个人就不会发炎 就不容易过敏 可是呢 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个营养吸收不了 过敏炎反而进来 那么这个就是疾病的开端 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去了 为什么过敏会跑到身体里面去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我们认为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常年膜不好 因为常年膜 它常常缺乏这个脂肪酸 多糖体胺基酸 这种细胞颜料 因为这个细胞呢 这个是细胞膜的图 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膜 它外层跟内层都是 必须脂肪酸 Omega6跟Omega3 Omega3做的 这个是多糖体 这个是胺基酸 就是说你的这个细胞膜 这个是细胞嘛 常年膜细胞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细胞膜不够好呢 就会像这个细胞膜不够好 因为你这个颜料不够嘛 就好像你做一个水池 用的不好的颜料 这个会漏水一样啊 就像这个这样啊 好像家里的门没关好 水池漏水了 坏人跑进来了 好 这些过敏炎进来 什么进来呢 可能是小麦黄豆花生 像这个人 酵母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基因体质都不一样嘛 那有些东西是由肺脏跑进来 好 就像前面讲的 蛮啊 猫毛 狗毛啊 花粉啊 都有可能进来 好 这些进到身体里面的这个过敏炎呢 就等于是我们国家被敌人入侵了嘛 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是白血球 免疫系统细胞就会起来攻击他 好 攻击呢 产生一种叫做低型的发炎过敏反应 他这个里面放出来的这个红红的叫做组织胺 组织胺是细胞攻击过敏炎的一种武器 之一 所以医生会开抗组织胺给你吃 这个是基石细胞 基石细胞 它是属于慢性过敏的 这绿色的是过敏炎 它会放出这个细胞素 Cytocin等等 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过敏炎跑过来 那白血球呢 就追过来 追过来呢 就跟这个 过敏炎作战起来 就好像我们的警察跟强盗打仗 打仗 打仗就是薄火 就是发炎 你看 那个发炎是两个火 发炎的话呢 也就是说过敏炎跟这个白血球在哪里作战 在皮肤作战 皮肤就发炎了 这个皮肤就发炎了 这个都是发炎的皮肤 所以说发炎是这个疾病的源头 发炎 那所谓发炎 我们几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有一天你回到家 发现家里怎么有声音 有小偷 然后你跟小偷打了起来 在卧室打 洗手间打 在客厅打 在哪里打 哪里就打坏了 家具就打破了 打烂了 那过敏炎进到我们身体呢 如果在消耗道 呼吸道 生子道 泌尿道 皮肤 打起来 就会产生 很多这些器官的这个毛病 像过敏 像肠躁症 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为什么过敏会引起很多这个疾病的原因 如果跑到脑部去打 那就更不得了了 就会产生很多这个精神的疾病 所以说 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引起发炎 引起这个发炎 如果跑到神经去 那就不得了 所以说 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是所有疾病的源头 也就是说 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肠肉肺肉 这个 就是说 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 所以会引起皮肤的症状 像皮肤发炎 呼吸道发炎 气喘 过敏性鼻炎 还有消化道 吃东西会脏 这个肠躁症 消化不良 泌尿道 贫尿 还有头颈部的这些心脏的 还有精神情绪的问题 小孩子的过动 妥瑞症等等 还有引起自体免疫 肌肉发炎 还有一些 这个疲劳 蜘蛛疹 下肢水肿等等 所以说 我们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肠肉肺肉脑肉 这个是疾病的源头 疾病的源头 这个脑肉症 前面讲过 肠肉肺肉 脑肉是怎么一回事 脑肉就是这样 大家看 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有脑肉 他是这个 妥瑞症 因为过敏源 跑到他身体里面去了 跑到他脑部去了 引起发炎 经过我们治疗以后 短短的几个星期 就全疫了 妥瑞症这种疾病 他也是过敏的一种 那现在的医师 他们都认为说 妥瑞症是没有药法治疗的 我们这里偏偏相反 妥瑞症 只要年轻 五六岁 七八岁 十几岁 十岁来治疗 几乎 接近百分之百都会好的 都会全疫的 我们在这个 情绪 情绪障碍自然疗法里面 就是有讲到这个 有一个专辑 像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因为吃了牛奶蛋 小麦黄豆 好多好多花生 这些叫做地雷食物 这个食物进到身体里面 跑到这个脑部 透过这个血脑脏壁 然后这一层 跑到脑部 跑到脑部 跑到脑部以后呢 造成脑部的这个发炎 因为脑里面很多神经嘛 那一旦发炎呢 就会造成这个脑神经的这个不正常放电 身经受伤 身经受伤了嘛 身经受伤以后呢 就很麻烦了 好这个过敏炎跟这个我们叫macrophage 即时细胞 本来是在血管里面是不会跑到脑部去的啊 可是今天如果过敏炎 透过血脑脏壁 跑到脑部 这个本来不应该出现在 这个脑神 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脑细胞的 即时细胞 就跑到里面去 脑里面去了 脑组织里面 就好像这个总统府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正报部队去的 可是呢 这个有一些暴民跑到总统府里面去了 这个正报部队就开进来了 开始跟这个过敏炎打起来 打到最后呢 这些神经细胞就受伤了 神经细胞受伤 受伤的这个神经细胞呢 就救命啊 救命啊 喊救命 放出这个 救命脑坡 就是13赫兹以上的这个 波长的脑坡 放出这个脑坡呢 因为他是过敏炎攻击这些脑细胞嘛 跑到过敏炎跑到这里 跑到这里 这里就是管我这个随意机运动的脑 就是这里 所以他就是 所以会一直在动 一直放电 一直放电啊 就好像这个过敏炎 通过血脑脑壁 这个血管里面 过敏炎这个跑过来 跑过来以后呢 就造成这个 脑神经细胞的这个发炎 这个发炎 发炎以后 脑细胞喊救命啊 就放出这个救命脑坡 那我们用这个脑坡仪 3D立体脑坡仪就可以测到说 哇 你看这个有异常的脑坡 这边的脑坡是正常的 这边是异常的 也就是说 当他这个 一有这个异常动作的时候呢 是因为有异常的脑坡 就是这样 如果等到他这个异常脑坡消失以后呢 他这个人就好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脑坡仪一定要看他的脑坡 把他的脑坡治好 脑坡仪就会完全痊愈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一个新的这个建议 好 那像这个患者呢 他就是有一个异常脑坡的很典型的 你看 他穷小就是土力症 这边是正常脑坡 可是他忽然间摇头 为什么 因为这边出现异常脑坡 他中间休息了一下 因为没有异常脑坡 忽然间他又摇头 为什么呢 因为又有异常脑坡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 像这样的一个脑坡 他就是异常脑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头 你看他忽然间摇了一下 因为他对侧的脑 有异常脑坡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个脑坡以后来证明 这个土力症百分之百 是因为脑部不正常放电引起的 治疗以后呢 好了以后 他脑坡也会消失 为什么可以脑坡可以消失了 不好的脑坡可以消失了 因为神经组织是可以自我修复的 像这个神经受伤以后 像这些神经受伤以后斑斑勃勃这个伤痕累累的这个神经细胞 他本来是很正常的传导很好 可是受伤以后斑斑勃勃受伤以后 神经就传导就异常了 可是我们有这个神经细胞是可以自我修复的 只要给你 你要给他这个 欧米加3 多糖体 氨基酸等等 他就可以把它修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丑瑞症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都可以好起来的这个原因 神经修复好以后呢 他的这个神经传导就变正常了 神经传导变正常了 整个人就会好起来 这边再开始 神经修复以后呢 这个神经传导速度啊 神经也健康起来 这个人就好起来了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神经是怎么修复的呢 神经修复 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个就是心状细胞 寡兔细胞跟微胶细胞 他可以把神经修好 心状细胞是什么东西呢 心状细胞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脑穴 这个血管 这个就是心状细胞 这些就是心状细胞 这个就是心状细胞 他的心状细胞的脚 黏在这个血管上面 这个可以来吸收这个血管里面 这个营养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脑瘡壁 这里呢 血管脑瘡壁里面它分成 这个叫type junction 这边叫做就是gap junction 这里有一洞 血管脑瘡壁就是这个地方不好 这个东西 这个跑过来的 你看我们的这个prisite 就是这边的叫prisite 这些围在这个血管旁边的 这个叫astrocyte 就是心状细胞 我们的吃进身体的营养呢 就是靠这样来供应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 好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这个是心状细胞的这个脚 黏在这个血管上面 它很多养分的 这个nutrition就是靠这样 跑到我们脑神经细胞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很这个心状细胞很重要 它就是维持这个中枢神经稳定啊 不受干导 就是blend barrier 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精神疾病的病人呢 还有就是小孩子的这个情绪障碍啊 ADD啊 ADHD啊 注意力不集中啊 土瑞症啊 还有这个过动啊 都是因为血脑脏壁啊 不好 然后才引起这个 神经细胞这个不稳定 不正常放电所引起的 再来一种就是这个寡凸细胞 Oligodendrocyte 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 好像这个做头醉的 好像我们这个修水管的 修这个电线的师傅 它会把我们这个神经膜修好 神经膜修好 那再来一种就是叫做微胶细胞 Microglia 微胶细胞就是中枢神经里面的这个巨石细胞 它主要就是把这个不好的神经啊 不好的组织把它吃掉啊 把它排掉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神经系 Microglia 它是很小很小的 它是在这个神经细胞里面的这个巨石细胞 这个就等于是我们总统府里面的这个警卫 你正报部队 没事你不要给我进来 一进来就麻烦了 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系统 好 这些小小的这个都是微胶细胞 那么这个微胶细胞跟那个心状细胞 跟这个寡突细胞 三种细胞呢 就是担任了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维修的一个任务 这是微胶细胞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这个Macrofetch 它当然是好的东西啊 可是呢 如果今天它跑到脑部去 哇 这个就不得了 好像正报部队跟坏人在这个 这个中通府里面打了起来 哇 造成这个脑神经细胞的这个受伤 这个不得了 所以 呃 肠肉肺肉脑肉 就是这个脑肉部分 他们这个都可以同步修复的 都可以同步修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他们需要的原料啊 需要的这个细胞原料是一样的 就是必须脂肪酸啊 Omega36啊 多糖体氨基酸啊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啊 矿物质啊 维他命啊 还有一些抗氧化植物生化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几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说你买了一栋房子 要补一个地板 要补一个这个墙 坏掉了 你的房子是十亿的 或者是一千万的 事实上 你要修补的原料都是差不多吧 不会差太多 这是水泥啊 砂石啊 砖块啊 材料啊 就是看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材料嘛 材料其实是一样的 嗯 所以不管你的房子是多少 贵啊 多少便宜 修其来呢 颜料都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的神经细胞 跟那个 呃 我们的长年模啊 非年模细胞 其实他要的颜料 也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这几个东西 啊 就是脂肪酸 多糖体氨基酸这些 重要的 还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嘛 啊 那我们整个细胞变好 那么身体就会变好 脑细胞也变好 啊 这个本来会露的长年模呢 啊 变成不露了 啊 啊 过敏炎不会再跑到脑部去了 不会跑到各个器官组织去了 神经细胞不会再受伤了 就算受伤了 也就是修补好了嘛 这个脑漏没有了 啊 本来不传递不好的神经细胞呢 啊 修复以后呢 它变成传导正常了嘛 啊 所以说 这个小朋友 他为什么本来这样的 会变好 啊 就是这样啊 道理前面就讲过了嘛 像他本来有异常脑坡的 最后脑坡就变正常了 嗯 那我们怎么样治疗前面那个土瑞症的这个这个病人呢 就是车脑坡嘛 车自立神经 还有车抽血检查的空气食物护照 看他看他到底是对什么过敏的啊 啊 然后用一些 呃 维他命F3啊 啊 多糖体啊 啊 车自立神经病患者啊 这个是我们一个一个最对这个精神疾病患者啊每一个人都会用的这个处方 为 因为百病童颜嘛 百病童颜 所以我们用的处方啊 其实对大部分的疾病啊 都是相当接近的 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肠肉肺肉脑肉 我们不是要治疗疾病本身哦 哦 就好像你防止漏水了 你不要一直拖地嘛 吃症状这个吃药物来掩盖这个症状是不对的 我们要就好像你这个家里啊 防止漏水了 你要把这个漏水的地方啊 修补起来啊 而不是一直去拖地啊 这个叫本末导致是疾病是不会好的哦 所以说 因为百病童颜嘛 都是肠肉肺肉脑肉引起的啊 所以百病童颜嘛 那我们是要治疗肠肉肺肉脑肉 不是去治疗疾病本身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百病童颜百病童颜的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 不管是儿童少年的情绪障碍 好像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 过动啊 亚斯伯格啊 妥瑞症啊 非典型自闭症啊 还有成人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过动啊 头痛 偏头痛 头阴 思考中断 失眠浅明 容易惊醒 多梦 焦虑 恐慌 没有办法控制情绪 精神分裂 忧郁 躁郁 举上换听 幻觉 其实啊 用的治疗方法都是跟治疗妥罪症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啊 我们治疗了几千个病人下来所做的这个结论 其实不只是精神情绪方面的疾病哦 啊 过敏也是一样 过敏用的方法奇怪 大家觉得很奇怪 怎么也是同样的方法啊 因为他们也是肠肉肺肉引起的啊 这个都是同样的方法治病 所以我们 当然如果今天一个病人 他是有心脏衰竭啦 糖尿病啦 用的会比较有一点不同 那通常对于这个过敏引起的啊 通常都是 接近 连这个胃食道逆流也是一样 因为胃食道逆流啊 他就是因为这个副胶感把这个食道打开我们吞东西的时候 然后胶感呢要把他这个关起来 如果胶感不把他关起来呢 就变成胃食道逆流 所以这个胃肠道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它也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啊 是自立神经的这个疾病啊 甚至连这个心理不诊也是啊 你看这个心理不诊啊 我们他两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啊 那我们治疗也是一样 我们治疗心理不诊 其实跟治疗过敏也是一样的方法 胃食道逆流啊 精神疾病 小孩子的这个情绪障碍 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疗法 已经颠覆了几乎所有中医西医的这个看法 连这个半膜脱锤 这个半膜关不紧啊 避锁不全 我们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 因为这个半膜他也是经由这个 他为什么会避锁不全呢 因为他这个神经嘛 这里的神经啊 他没有办法 让这个肌肉收缩啊 让这里的肌肉 让这边的肌肉收缩啊 让这边的肌肉收缩 所以他就会关不紧啊 就好像门打开没有关紧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一个结论就是说 病不要随便看啊 看病永远看不好 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肠肉肺肉脑肉嘛 除了基因或者是外伤 或者一些染色体异常 基因异常遗传的这种疾病以外 绝大部分病都跟这个肠肉肺肉脑肉有关 比方说你这个一些这个比方说 小脑萎缩症啊 遗传啊 色盲啊 血有病啊 这种当然是跟肠肉肺肉脑肉比较无关的 所以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过敏炎进来呢 跑到这个鼻呃 结膜眼睛 过敏炎在眼睛打起结膜打起来的 就是结膜炎嘛 跑到这个呃 鼻子打起来就是鼻炎嘛 跑到皮肤打战 过敏炎跟这个白血球在皮肤打战 就是什么青春痘啊 湿疹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甚至这个肠道也是一样啊 脏气啊 你肠子过敏嘛 因为肠子这个肠联膜 其实跟我们皮肤是同一个 都是这个最表层 其实都是同一个外胚层来言啊 气喘啊 就是说看过敏炎在哪里 打战就产生哪里的症状啊 那我们当然要治本 就是要治疗肠肉肺肉脑肉啊 不是去治疗这个擦肋固醇本身嘛 还有就是说啊 万一呢 这过敏炎跑到脑部去了啊 跑到智力神经 影响到智力神经 就会智力神经受伤嘛 到脑部呢 就是脑部受伤嘛 引起这个精神疾病啊 然后更麻烦的就是有一些到免疫 因为免疫系统 他的老板啊上司是智力神经嘛 所以这个智力神经失控啊 免疫系统失控啊 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类风湿了啊 等等就是说像我们身体的这个 就好像是说我们的军队叛变了 不攻击坏人反而去攻击自己 所以有很多自体免疫的病人 他们会说奇怪 我这个自体免疫怎么会抽血出来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过敏 我根本跟他讲说 你这个就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到了这个自体免疫的程度 他就不再制造抗体攻击坏人了 很多人循玛疹很严重 抽出来大失所望 好像没有什么过敏 当然如果说抽血出来能够找到过敏炎 那么我们这个治疗就非常的快速 但如果抽血出来看不到这个抗体的话 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患者列为这个叫自体免疫性循玛疹 我们叫autoimmune uticaria 各位如果说打这个网络你搜寻 你就知道这个疾病其实是还蛮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虽然是题目是讲过敏断根细胞疗法 可是呢我们讲一讲 好像讲到这个精神疾病去 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疗法 其实就只有一种 就是疾病 疾病的这个来源都是跟长落飞落脑 大家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上网搜寻情绪障碍自然疗法 YouTube你打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四集 这个听完你就会比单单看这一个 过敏断根细胞疗法还更清楚一些 谢谢